随着越来越多军方的 UFO 报告曝光 世界上有超于人类科技的飞行器存在 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讲解 一系列震惊比利时全国的大型 UFO 目击事件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Professor Papa 比利时 UFO 集体目击事件 开始于 1989 年的 11 月 29 日 在全国各地有超过 30 个群组的普通市民 和 3 个群组的警察 目击到一个来历不明的飞行器 这个 UFO 以极低的高度略过比利时整个空域 飞行器的外形是一个扁平的三角形 底部有 4 个灯光 分别是 3 只角的白色灯光 和位于中间的橙红色灯光 而它的飞行姿态是非常平稳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根据目击记录 UFO 穿过了比利时边境城市烈日市 进入了荷兰和德国的空域 接着几个月内 同一外形的 UFO 曾多次出现在比利时上空 目击次数超过 1000 几次 1990 年 3 月 30 日 比利时警队的人员打电话给军方 声称大量警员看到一个巨大的三角形低空飞过 同时多达 6 个军方的雷达站 都捕捉到一个来历不明的 UFO 军人是可以在雷达萤幕上 清楚看到这个 UFO 的移动方向 随即空军下令两架 F-16 战机升空 识别并拦截他们眼前见到的 UFO 根据相关报告 其中一架战机成功用雷达把目标锁定 但之后的一瞬间 UFO 突然加速 迅速脱离了雷达的范围 它的飞行速度非常之高 据称在5秒内可以由 1000 英尺下降到 500 英尺 并且可以在短时间内加速到时速 1800 公里 经过大约一小时的狗潜之后 UFO 再一次加速脱离了比利时的空域 这个事件最离奇的是 虽然有很多人目击到 UFO 在雷达上都可以清楚看到它的存在 但流出的 UFO 相片就非常之有限 一位匿名的摄影师 在90年4月拍摄到一张三角形物体的相片 就是大家在螢幕上看到这一张 他被认为是比利时 UFO 目击事件的最有力证据 相反也有怀疑论者认为 所谓的 UFO 可能只是集体幻角 因为当时相机已经非常普及 没有理由只得那么少 UFO 的相片 而在20年之后 一位叫 Patrick M 的摄影师 宣称 张相片只是他的恶作剧 但始终无人可以证明 Patrick M 是不是就是当年拍到张相片的人 究竟他们当年看到的 UFO 是什么呢? 我已经找到初步的答案 遲些一定会再做影片跟大家讲解 未来我会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上Facebook 给个lik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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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